雕塑公園創辦人之一的陳維銘表示 此蓮農牆是在1月20日開始建造的 全長1200多尺 用鋼筋和木頭製成 可以將人們的語言永久地表達在蓮農牆上面 上面可以鎖上一個鎖 鎖上面帶著一個牌子 把你們的心意 你們對自由的期盼 對民主的追求 對人們那些已經去世的 那些民主宣言的那種紀念 都可以把你們的語言表達在這個上面 而這個是永久的 陳維銘指出 他希望透過蓮農牆 將雕塑公園打造成追求自由人們的精神家園 這個牆就像一個紐帶 連接了我們這邊中外人士的 對民主追求的各路精英 也聯繫了我們各種不同的派別的 中國的追求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們 我們在這邊一起聚在這邊 我們為我們的民族 為我們的自由 我們做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他還希望人們記住這段歷史 並將蓮農牆留給後人 今後這邊會成為一個景觀 所有到這邊的人會為這個牆感到自豪 為我們補寫了這一段歷史 正是歷史感到自豪 後人他能記住我們 我們不光記住30年前的為民族 先生那些烈士們 天安門的英雄們 我們這一代人的奮鬥 下一代人也能看到我們的奮鬥 新唐人記者揚揚 洛杉磯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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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